我是Nai Marquis of Queen 就是這個 誒?說錯了吧? Queen of Nai Marquis才對 Sanwa 你好 大家好 我的身後這個嘿嘿是什麼東西呢? 今天來到這個地方是在華新的碼頭 一個非常新的夜市 叫做那個Sapan Bala 就是那個魚橋 魚橋夜市 Sapan是橋 然後Bala是魚 所以它叫Dala Sapan Bala 那因為我剛剛從遠方向走過來 然後也太掃煎了吧 那究竟裡面長得怎樣我也不曉得 就當作今天跟我去裡面一起冒險吧 不管怎麼樣我都會把它做成一集的 目前看起來的那個夜市 因為應該都是賣吃的東西比較多 然後是這樣一攤一攤的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特別 才不到一分鐘我就走完了50 不是就是50%就是那邊 它10%已經回來了 現在要去走另外一邊 那邊看的都是那個 都是幾乎都是吃的 然後是一串一串的小吃 然後如果建議的話啦 就是如果你想要吃一些當地特色的那個小吃的話 也是可以來這邊吃的 然後那一邊的話不曉得有什麼 我們去看看吧 因為今天是禮拜日 然後大家會去的夜市都是那個Cicada夜市 很少會有人來到這個碼頭夜市 然後再說這個碼頭夜市是很新很新的 所以就是來逛的人可能也比較少 我看到的幾乎都是當地人來逛的 走到這個夜市的碼頭底部 居然還有DJ台 還有很多那個泰國民眾有坐著椅子 然後在海邊啊 然後就是這樣啾啾的感覺 然後買小吃喝一點飲料 跟幾個朋友在這裡 然後就是覺得還蠻特別的 好啦那差不多了 我要來做個結語了 就是因為來到這個市集也是我第一次來 那其實我也不曉得裡面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剛剛這樣走過一回覺得是 東西其實再可以多一點 吃的話價錢還OK不會太貴 然後目前可能就是因為沒有太多人來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樣逛起來是很OK很舒服的 因為靠近這個兩邊都是海 那個風吹起來就會覺得哇還蠻舒服的 那缺點就是可能呢 規劃的沒有那麼的完善 然後所以就是希望嘛以後呢 滑溪會把這個 沙漢巴拉夜市呢把它弄得就是在漂亮一點 或者是在商業一點 對啊因為商業一點才比較好逛嘛對不對 不過我相信啦今天應該是禮拜日 所以大家都去西卡達都沒有來這邊 那希望這邊以後也可以變成另外一個 馬陀西卡達之類的 好啦亂講的 好啦想要更多亞美獎在泰國的資訊 記得訂閱亞美獎的Youtube跟粉絲團喔 或者留言給我喔 我知道這一集非常的簡陋 不管有沒有就是要發這一集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掰掰